看什么看?臭小子,赶紧给我看书。 老师,你这书我都看半天了,我根本看不懂。 你他喵的,少跟我废话。让你看,你就看哪那么多话。 好吧,那让我仔细研究一下。 一个钻石稿等于十的二次方。老师,你的书是什么东西? 臭小子,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你的字丑得跟虫爬一样。我要从这里逃出去,我再也忍受不了被你监视的苦日子了。 那你倒是继续跳啊?这都是屏障,你怎么跳?你该不会没有力气了吧?你等我,我去楼上给你拿个东西,让你继续。 老师,你吃饭了吗?没吃的话,吃我一拳。 你等着拿完我,再下来收拾你。 老师,我这还有瓶冰红茶没给你。人走了,那我要把我的电脑顺走。 箱子在那里,我从脚下挖过去。 就是头上这个方向。 看,电脑果然在里面。现在开马鲨离开这里。 拿这个东西看着它比较有威慑力。 嘿嘿,小子,我看你这次还敢不敢不听话? 现在它应该在那里好好读书。要是这小子不听话的话,我就。 我去,人怎么没了? 这个臭小子,跑哪里去了? 我手上这两把武器可不是吃素的。逃跑,还把电脑拿走了。 我饶碌了你的。 这小子到底去哪了?该不会是挖通道跑了吧? 目前看来,只有这一种方法可行。 在这附近,挖开看一下。 有个洞进去。 有轨道,这小子肯定开马上跑了。 这就到了,下车。 把这矿车拆了,造个隔屁板放在这。 现在进我的密室里。 这个密室他很熟悉。 先拿出电脑玩。 想不到这小子这么有劲。 完了。 我去,怎么没隔屁。 好小子,用假陷阱在这唬我呢? 在这唬我呢? 该溜了。 这个密室他来过,所以他知道出口和陷阱在哪里。 这里原本是个陷阱,现在是密室入口。 这就到了喝了这冰红茶。 把脚下这根草挖了他进来吊虚空里。 密室入口就在这。 把身上的火给他浇灭,拿出电脑在这里玩。 这个密室我来过,我知道出口在哪里。 两边那些都是陷阱出口在这呢。 前面左拐。 这是那小子的出口。 等等,我的意念告诉我,他不在这附近。 我要操控一下我的意念雷达,找他的位置。 意念雷达果然好用。 不对,不是这地方。 他在隔壁的密室。 把这附近泥土挖了。 过来了,先蹭一下这幅画。 完了。 看来只能从侧边挖过去了。 可恶的臭小子,被我抓到,一定饶碌了你。 正好身上带了两把重武器。 被我找到,我一定把它轰成渣渣。 到了这里就是了。 还用岩浆堵镯,还好我随身携带了冰红茶。 看我不给你轰成渣子。 什么,居然要把我轰成渣子。 没事,我这里还有陷阱。 我进岩浆里面。 这就到了。 岩浆后面藏了拉杆,自作聪明的他拉了就进小黑屋。 我拉这个,就回到地面上了。 这里就是我等他的小黑屋。 一定要把它困在这里困得死死的,拿出电脑丸。 这前面有拉杆,过去把它拉了。 岩浆下面,我感觉应该是陷阱。 完了,原来这个才是。 嘿嘿,我有水桶。 白亮。 可恶,看来只能把冰红茶喝了钻岩浆。 这次肯定就是入口。 这前面又放了岩浆,他肯定又在岩浆后面藏了拉杆。 完了。 嘿嘿,他来了,老师看这里。 小子,这次你又想干嘛? 这次我只想把你永远困在这里。 Oh my god! 这小子不会真的以为这种陷阱能把我困住吧? 逃脱简直轻而易举。 不说了,还是赶快找那小子,可不能让他跑了。 我看这下清华怎么抓我。 被我关进了小黑屋,我就不信你还有办法。 到家了,我四海为家。 现在就看看书。 顺便玩一下电脑休息一下。 用看书空出来的时间玩电脑就是舒服。 我是不是听错了,不管了继续玩。 到底是谁,影响到我学习了,出去遗憾究竟。 那树上怎么站着个人,我去世清华,他怎么过来的? 不说了,我还是先溜了,把这电脑收了。 现在进我的密室。 他抓我一次,我就进密室坑他一次。 我走着画过去,这的陷阱够他喝一壶的了。 过来了,这里也是有陷阱的。 这画后面有陷阱,不过只是用来吓唬他的。 肚子叫了,补充一下精神世界。 小子还想跑,你逃得了和尚,逃得了喵吗? 假惺惺放书在这学习。 既然他人没了,那说明这里肯定有他的密室。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 这里没有陷阱,还是去下个安全点的地方。 拿出我的冰红茶把它喝了。 这岩浆看起来就非常的有安全感。 这幅画的后面是陷阱,出口在这里。 先把火浇灭。 下面有岩浆,但岩浆下面是深渊。 这拉杆才是出口,不过要当散兵。 这幅画蹭一下,这里还有两个入口。 先去最近的。 你什么的开始吧? 出来单条! 放直击吓唬谁? 现在走这一幅画。 小子,我看你到底能躲到什么时候。 是岩浆。 你倒应该在这岩浆后面,拿出我的冰红茶,把它喝了。 前面有入口,右边也有入口。 这还有浮画蹭一下。 完了。 没动静,看来是隔屁了。 我把这拉杆拉了去当散兵。 三米一号,不过来,准备就是。 没关系,我手里有降落伞。 去箱子里拿出喷漆和油桶。 把这碰碰车喷成粉色,把油给加了。 现在出发,离开这个地方。 这样清华一时半会而是追不上我了。 这可恶的臭小子。 先把火浇灭。 有拉杆,我怕是陷阱。 看看水下。 有岩浆,但是我喝了冰红茶。 下面大概率可能是密道。 干就完了。 这下真完了。 看来,只能拉这拉杆了。 完了,又当伞兵了。 不过这次我有降落伞。 这小子该不会开碰碰车跑了吧。 我都在这转半天了。 这清华也该追上来了。 先在这里停吧。 还好这附近有我的密室。 这甘草下面是一个甲密室。 甲密室下面还有甘草。 它再把那甘草挖了就落入深渊。 我躲在这里面玩,非常的安全。 原来箱子里面还有喷漆跟油箱。 那它一定是开着碰碰车走了。 我也给车加油。 可恶的臭小子。 我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附近有路障。 它一定在路障的最前面。 看,那是它的碰碰车。 小子原来把车停着啊。 那它的密室一定在这附近。 有个洞肯定是小子的密室。 看这附近什么也没。 应该在这甘草下面。 嘿嘿,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嗯,这里也是一个甲密室。 那这肯定是。 完了。 啊! 听这声音,估计骨头都摔碎了。 以后肯定不敢来抓了。 啊! 前面这有个花园。 我今天不玩游戏,我就不信它还抓我。 门口的装饰真别致。 不过为什么这花园里的花都是玫瑰和牡丹? 我上次闻到这么香的花香,还是在上次,等等,这为什么有个烈焰棒? 哇,原来是个美女,摘个玫瑰丛送给它。 嗨,美女。 我丢,你是谁? 送一束玫瑰给你。 送我玫瑰的人多了。 那我给你这个,我送给你烈焰棒,你喜不喜欢? 我还是把它放回去,还有这玫瑰丛,坐这上面等等。 我想玩电脑了,还好这里提前准备了陷阱。 拿出电脑在这玩我的世界吧。 这才过了多久,又有人在玩我的世界。 肯定又是华为这小子,你给我等着。 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拉杆拉了,直接卡墙角里。 美女,你叫什么名字? 那是王刚。 我先走了,王刚。 这名字起得有点外柔内刚,这是陷阱。 我感觉等下清华该来抓我了,所以我进我的密室里,这里也是由我给他准备的陷阱的。 看似是一个随手关门。 实际上,在第二个门后面,有一个陷阱。 左边这个随手关门才是真的密室入口。 这地上是隔壁板。 我进这隔层里面,把这堵了在这玩。 这里是一个花园,还有书架。 小子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这烈焰棒。 哎,这还有个美女。 你好,你照恶吗?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拿电脑的小子? 我看见了,他还给了恶烈焰棒。 是这个吗? 这小子该不会是想聚没的吧? 他肯定在这附近藏了密室,我得找找看。 这有门打开看看。 没事,下面还有一个。 他一定是拉着拉赶跑了。 完了。 在这发现了个洞,这应该是那小子的密室了。 现在进去看看。 大意了,还好有甘草。 挖了看下面是什么。 这招对我没有用啊。 这附近只有两个门。 先走这个吧。 看来是随手关门啊。 等等,说不定藏了密道。 果然被我猜中了,还离这么远。 还好,我有弓箭。 完了是陷阱。 臭小子,这次我可饶碌了你。 那我这次开这个门。 前面发现了按钮。 这次这个按钮应该不会是陷阱了。 清华走着走着隔屁被我听见了。 我从这挖了出去去下个密室。 清华真是纯,没发现这个隔屁板吗? 这就到我密室了。 左边这里堵了屏障。 他从上面挖过去,最后发现这是一个隔屁板。 我现在去我的书房里。 在这先看看书。 好了,拿出电脑。 这小子在这放了隔屁板。 可恶。 这应该就是小子的密室了。 这有个入口,这里也有一个入口。 我感觉后面那个是陷阱。 先走这个。 有屏障走不过去。 从这挖过去,小子这次逃不了。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 清华还是来了,不过他又隔屁了。 左边的前影箱,他站上去打开就会落入陷阱。 我走右边这个。 这里才是我的密室,这按钮是给他留的。 那由我给他准备的突变苦力怕。 把这给堵了,先在这里玩。 这是我的出口,先在这玩。 早知道走这了。 这里果然是那小子的密室。 这里有两个前影背。 右边那个太粉了,先走左边这个。 绿色,我早该知道了。 可恶,只能走粉色。 前面这里有路。 这有个按钮。 这小子应该是按按钮跑了。 等等,这里是什么地方? 就有陷阱,不过离这么远。 这陷阱,根本伤不到我。 一只小苦力怕,吓唬谁呢? 看看牌子是啥。 哦,我就不信你这药水能让它突变。 看,它快要承受不住,要隔屁了。 祸曹,这是黑手。 别别别别过来,我错了,我错了。 就知道清华承受不住隔屁了,看是王刚,他还坐在那呢。 我叫你给我坐。 我这都来到牛棚了 清华应该不会追上来了吧 这是我二叔家养的牛棚 看,里边有非常多的牛 现在上去为给他们一点吃的 一群蠢牛,根本不带搭理我的 从这进去 来,独自们,我给你们吃草 多多给我生小牛,把我们的牛棚撞大 我都喂给你们这么多了还要 我让你吃 还有你,让你给我吃 看,还看,我让你给我看 叫我看看还有哪个不服的 对了,这是要是让我二叔知道 我不就要完了 把你们的肉全部还给你们 这下二叔应该不会怪我了 拿出电脑玩 附近检测到玩我的世界的人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这臭小子 他就在前面这牛棚 这次,你可逃不了 这里不安全 清华有雷达 死牛给我让开 出来了 快去我的密室 就是这里了 把冰红茶喝了进岩浆 他看到这岩浆一定不敢下来 这墙后面是我的密室 从这石头挖过去 把这给填了 拿出电脑在这玩 你妈的看什么啊 出来单条 你以为我找你啊 单条 这犊子居然这么嚣张 你打我 我让你给我叫 这臭小子 我把你的牛全部给你宰了 终于处理完了 这还有小牛犊子 这下面有路 有岩浆那入口一定在岩浆下面 用水桶把你的岩浆给灭了 这下我看你怎么办 他的密室入口肯定在这下面 这里果然是那小子的密室 小子的密室 清华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没事 这里还有陷阱 这箱子开了就去叙利亚当散兵 这栋下面是钻石 不过那钻石是地雷 这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我拉着拉杆 这里就是我的密道 前面那是我的房间 门关了之后 用石头把它堵上 拿出电脑丸 就知道这后面有密道 看来这小子已经不在这附近了 这有一幅画 有个按钮 先按一下看是什么 有个箱子 我有水桶我不慌 就这还想害死我 根本没有用 蹭一下画 这里还有 过去看看这栋是啥 有钻石跳下去 真是奇了个怪 碰到钻石 居然爆了 把这附近挖开看一下 原来路在这呢 有门过去打开 有门过去打开 此地不宜久留 这里是随手关门 这是藏的陷阱 把这附近所有的门全部关上 这还有陷阱呢 门后这个洞也是给后面的陷阱做掩护 我进这里 把这堵了 拿出电脑在这玩 看来人已经跑了 发现了个拉杆 居然藏在这 不过 完了 把这门给开了 看来又是随手关门 那他的密室 一定藏在某一处 就是这 完了 可恶 这小子 我饶路了你的 看看这附近 还有没有别的密室 这有路 还有门 打开看一下 有拉杆 完了 可恶 居然没注意到 小子 你完蛋了 清华真脆弱 我这还有陷阱呢 他开这箱子 下面是突变鼓励怕 原来路口在这 赶快过去 走这下面看看 说不定 这小子藏在下面呢 清华隔屁了 真是不惊打 我好像看到了清华 他果然在那 我要敲咪咪的过去 也不知道清华 站在那干嘛呢 好像在发呆 看看熔炉里 怪不得这么像 原来是在烤 宝马 老师 喂 行行 哟 原来是你啊 小子你想干什么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老师 其实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 老师 你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 吃我一拳 别说话 我把你东西拿走 拜拜了你累 这天怎么还下雨了 给我停 前面那有我的密室 先拿出电脑在这玩 这小子太可恶了 居然把我推岩浆里 今天 我一定饶碌了你 居然拿了我这么多的肉 看我今天抓到你 不把你绑在岩浆里面 用岩浆灌你的嘴 用雷达看一下他在哪 在前面赶快走 这也不太安全 先下密室吧 这前面是密道 那个箱子是陷阱 在路途上还有许多地雷 把电脑拿出来 就在这里玩 原来密室在这呢 下去 这有密道 前面好像有个箱子 果然是个箱子 去看看里面是什么 可恶啊 这里居然还有陷阱 不过这地雷根本没伤害 看 根本不痛不痒 长那么大 没人敢用地雷炸我 你会付出代价的 三米一号 罗巴尾准备就是 完了 吓死我了 这画的后面是陷阱 走这边才是入口 这里还有陷阱呢 现场做一个压力板出来 再放在这儿 他过来会被推到画里 这是我的下个密室 可恶啊 这小子 我一定会抓住你 这有两幅画 蹭一下 先蹭这 玩儿点 可恶 居然是陷阱 前面还有密室 谁推我 完了 清华果然隔屁了 看又是两幅画 这次还是右边的是陷阱 这些是装饰 这水有毒 不过没事 踩压力板 嘿嘿 这就是我家了 只是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这是我养的旺财 你在这看好家 我进去玩会电脑 不说了 还是赶快进去吧 拿出电脑就先在这里玩吧 好啊 这次还不一样 那他入口绝对在右边 有岩浆 我把冰红茶喝了 有压力板 踩就是了 这小子肯定 我还以为 这小子会把出口换位置 这水有毒 前面那个压力板 一定就是了 看这里果然是 你叫个屁 你叫 这难道不会是那小子的家吧 哎呦 还养了条狗 臭小子 你以为养了条狗 我就会怕你吗 臭清华 居然欺负我的狗子 我得赶快从这逃走 把这填了 现在开我的马沙走 马沙拉蒂启动 杨狗子 看家也没用 刚才听到了马沙拉蒂的声音 这小子肯定开马沙走了 我也开马沙追上去 马沙就到了 下车把这马沙拉蒂收了 这是我最后的密室 这下面是流沙陷阱 嘿嘿 今天必须好好坑清华一次 拿屏障 把这堵上 这下看他怎么过来 好啊 原来在这呢 终于发现你了 小子再怎么藏 也没用 下面还准备了陷阱 你是觉得 我跳不过去吗 小子 你太小看我了 完了是屏障 哎 隔屁了 哈哈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我就不信他下次还敢抓我 不然有你好受的